中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健身房等场所依照规定是不能够营业的 不过在台南市有远景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间知名连锁健身房灯火通明 疑似私下营业 上前盘查发现有三名工作人员 四名教练在室内 而业者说当时店内在装修 教练只是在进行视讯教学 并没有对外开放 不过远景认为现场有七个人群聚 违规事证明确 还是依法开罚 七张至少要较42万元罚款 远景巡逻发现一间健身房 店门没关 一二楼灯火通明 马上上前盘查 我点一下人数 一二三 我这样的七个人 仔细数一数 现场有三名工作人员 还有四名健身教练 一共七个人 已经违反室内五人以上规定 远景一个一个登记资料依法开单 内阔中央防疫在停业期间 不开放会员进场也没有对外营业 业者表示当时只是在进行室内装修 才会安排员工在现场协助装修师傅 至于教练 则是回到店里进行视讯教学 虽然在场的人都有戴好口罩 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但远景认为教练进行视讯教学 已经涉嫌私下营业 将会请卫生局进行裁罚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是公司指派他们来这边处理公务 将相关的资料来航转卫生单位来采取 关于警方韩宋所述的群聚及视讯教学 是员工在工作场域处理的指示内容 将会主动向台南市政府以及卫生局说明 并请求认定被署裁罚范畴 远景也认为 室内超过五个人群聚 试着明确 将依违反传人病防治法 含送裁罚 七个人至少得缴42万元的罚单 不过业者表示依照相关规定 员工可以采取分组分流导点上班 至于有没有涉嫌违规 后续只能交由卫生局判定 蒋红博企台南报道